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日摧毁俄军飞机最多的记录 近日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脸书贴出一段影片 可以看到影片中有一架俄军直升机正于空中缓缓飞行 随后一枚针刺飞弹从右下角飞出 相当精准地涉及到俄军直升机 乌军在贴文中指出海军陆战队成员摧毁了俄军两架米8直升机 可以看出俄罗斯空军是如何遭到乌军重创 折连斯基获肯尼迪奖 因为他捍卫民主抵御入侵 乌克兰总统折连斯基4月21日周四 因集结乌克兰人民捍卫民主抵御俄罗斯入侵 而获得美国约翰·肯尼迪勇气奖 这显示出美国民间对乌克兰的道义支持 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第57天 近两个月的时候 约翰·肯尼迪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总统之一 1963年肯尼迪作为美国总统访问西柏林时 他面对柏林墙公开批评共产主义时 留下一句名言 自由十分不易 民主也并非完美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人民用墙围起来 根据美联社消息 约翰·肯尼迪图书馆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选中乌克兰总统哲联斯基授予他 约翰·肯尼迪勇气奖 是因为当俄罗斯派出大军攻打乌克兰的城市和城镇时 哲联斯基集结了乌克兰人民的精神 爱国主义和不懈的牺牲 为他们的国家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 这个奖项由肯尼迪总统的家人在1990年创立 自在表彰那些冒着职业生涯风险 为了更大的利益 而接受不受欢迎的职位的公众人物 并以肯尼迪在1956年作为参议员时 写的一本传记书《勇气档案》命名 该书获得1957年普利策奖 约翰·肯尼迪唯一在世的女儿 现年64岁的卡罗琳·肯尼迪和她的儿子杰克·斯洛斯伯克 将于5月22日在位于波士顿的约翰·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为获奖者颁奖 哲林斯基获得这个奖项 也显示出美国民间对乌克兰的道义支持 根据近期发布的多项民意调查 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乌克兰 反对俄罗斯发动入侵战争 另外美国不仅给予乌克兰道义上的支持 还有更多实质上的支持 包括大量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和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